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回到我們盤中的現場 台股今天是期貨結算 那我們可以發現到 今天期貨結算好像很不理想 我們稍微看一下 整個指數 早盤開高漲77點 開高之後盤中稍微 早盤震盪一下就開始一路的下殺 那盤中最低跌88點 就是說從漲77點到跌88點 將近有差不多150點左右的空間 那目前指數是跌61點 可是我們從今天期貨結算的 角度裡面來看 台股今天跌下來 目前2100多億 那預估到收盤大概是2500左右 也就是說台股今天開高走低 它是帶量 那這個盤看起來 就是壓低結算對不對 那到底這個盤線要怎麼結 這種走勢從昨天就開始了 到今天還是一樣 台股未來怎麼走 我覺得這關係到你整個操作了 所以今天節目仔細聽一下 好不好我們仔細看 台股今天是8月19號 好一個禮拜之前 各位你注意看 這是8月10號 上個禮拜一 那時候我怎麼跟你說 你看 我說你要預防 台股會不會壓低結算 有沒有 台股不是只有今天壓低結算 昨天 它就讓你看到什麼 開高走低開高走低的 對不對 昨天就已經開始在壓低結算 很奇怪怎麼搞的 這波期貨結算沒有拉高 好那各位 台股壓低結算之後 這地方後面的狀況 那就不一樣了 你注意看 8月10號這一天 為什麼我跟你說 你要預防壓低結算 因為你要預防這個盤在盤頭 為什麼說這個盤 你要預防它盤頭 原因到底在哪裡 各位你注意看 8月10號那時候我說 月限成本一週後開始扣高 那個時間點的月限成本在這裡 對不對 好 到今天為止 今天禮拜三 從這個禮拜一開始 月限的成本就開始提高了 未來這段就提高了 所以當整個指數 它在這段期間裡面 它沒有辦法一直過前高的話 那你現在台股就在那邊走區間 看起來還好啦 你會說老師還好 它就走區間 可是你沒有想到說 這個月限它會越來越往上 好 越來越往上 你台股再不攻的話 這個盤當你月限在往上的時候 就是我跟你說的 它會有破月限的風險 當有破月限的風險之後 這就叫做盤頭 好 那重點來了 那後面怎麼看 我記得 7月中左右的時候 台股指數還在這個地方 那個時間點我跟大家講的重點在於說 台股後面會走噴出 有沒有 什麼叫噴出 結果台股呢 7月中講完之後 台股是不是大漲 沒錯啦 那時候我跟大家講 噴出就是指數大漲 你全子股會輪流拉嘛 這半水子的架空嘛 後面還有一個叫幼多 那我說噴出的特色 最後就是高檔爆大量一波到底 對不對 好 所以那時候我跟各位講噴出的時候 我就跟他預告 台股後面會有這個現象出現 那結果呢 7月28號開始 整個指數就開高走低嘛 爆大量之後 到現在為止就橫在這裡 可是你橫在這裡的時候呢 我跟大家講啊 這個地方它會形成又多 對吧 好 那各位 這東西我之前都跟你講過了 只是我慢慢的來去看 當初我這麼講 那到現在為止 它是不是這麼走 那如果是這麼走的話 那就要注意囉 故意看 昨天8月28號嘛 我就跟他講說 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如果我們去看 整個籌碼的角度來看 三大法人是總賣超500多億嘛 這還沒有加昨天外資的賣超 然後呢 融資是增加123億嘛 所以我那時候怎麼跟他說 你看 這一段在走區間啊 但是呢 你融資根本都沒減嘛 所以呢 這個盤到這裡方 叫做又多做頭 而且我跟他講 頭部快進尾聲 會不會頭部進尾聲 會不會真的行人頭部 好 那我們就直接看 這個東西要去看什麼 國際股市的表現 那當然你跟我說 好像美國股市還在創新高 對不對 好我們注意看 美股還在創新高嘛 對不對 這兩天都一直在創新高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美股創高 台股是這麼表現的 那如果美股市壓回的話呢 你跟我說台股壓大漲 不太可能 我們用邏輯來分析啦 所以呢 當美股在創高的時候呢 台北股市這幾天都上不去 那如果說當美股跌的話呢 那再加上你台股的月線 它一直往上 那你是不是要預防 台股會不會像我們說的 這裡會破月線喔 然後呢這一段呢會開始出現盤頭喔 對不對 這個盤頭頭部的形成 台股一破月線就會出現 就要出現了 好那再來 那當然你現在的疑問一定是說 那美股一直在創高啊 那美股創高的時候呢 我覺得台股應該也沒有什麼危險嘛 好那各位 那我們就來看嘛 那美股現在我們要怎麼看 我記得昨天我有跟各位講過喔 我說 多頭的反指標有兩個 一個叫做融資嘛 然後另外一個呢叫做黃金 對不對 好那各位 現在的融資一路在增加嘛 那這沒什麼問題啦 這個地方又多 很明顯 反而在賣嘛 賞戶就一直買 好那各位 那美國股市到底會不會有風險 昨天我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我就說 我們現在來看喔 因為從三月中以來到現在為止 這個多頭到底會 結束的話喔 如果啦 我們說如果啦 如果它結束的話 市場的資金它會往哪裡跑 你想想看喔 當初三月份 全球股市為什麼大抵 因為美元太強了 對不對 那美元為什麼會很強 因為資金都跑過去了嘛 所以呢 在肺炎的背景下 資金跑到美元去 造成股市大跌 對不對 好 那現在我們就來去看啊 那你現在這個盤到這個時間 已經從三月中漲到這裡了 那到底會不會有那種 資金避風港的股票 的金融商品出現 如果有的話 那就不太對了 那到時候呢 會造成美國股市真的見高點 那到底資金避風港在哪裡 昨天我跟大家說嘛 過去沒有看好黃金嘛 結果巴菲特呢 他買了167億的黃金資產 他去出什麼 出一些金融股 出一些什麼航運類股 對不對 好所以呢 巴菲特去買167億的黃金資產 那市場上認為他認為說啊 黃金再繼續在漲的話代表說他看壞美國的經濟嘛 所以呢巴菲特從來不做空 但是呢他買黃金去做避險 也等於是說他在這個地方去看空美股 好那各位我們昨天有跟大家說喔 那接下來美國股市會不會見高點 那我要怎麼去研判 對啊最近好像高科技股還很強啊 其實我們從華為的事件來看的話 或許對美國的一些科技股是有利啦 但是你可以看最近的台股啦 對台股的一些科技股真的是很不利 好所以呢 我說美股會不會見高點 我們來看黃金嘛 這昨天跟各位講 我們稍微把這地方放大喔 因為這圖比較小一點點 昨天我跟各位講的時候 黃金差不多在1998塊 好到今天呢你注意看喔 到今天的時候黃金繼續在漲 他現在已經來到2001元 那黃金的錢高差不多在2063塊左右 也就是說欸差不了多少 黃金就要準備創新高了 那如果說黃金讓我們看到 他在再創新高的話 同志你就要注意了 因為市場上的資金啊 很明顯的就是以黃金當避風港 當黃金過強資金全部跑進去的時候 那會對股市會有壓抑的一個作用 所以呢 美國股市長 台股是這樣 那如果美國股市跌呢 你要預防喔 台股破月線 會不會這個頭部出現 而且我認為啊 美股在這地方也未必保險 好為什麼這麼講 你注意看喔 美股從3月低檔強談起來 已經超過5成了 現在有些企業的高管 就是企業內部人士還有大股東啊 所謂的內部人士啊 已經賣出價值超過500億美元的股票 你有沒有發現到 當美股在走高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有些大股東啊 他們都在逢高賣股票 那這個現象不是只有在台股 昨天我也跟大家講 萬三行情居高思維 台灣的各大航庫啊 持有台股的部位 已經平均減兩成 所以你會發現啊 到現在為止喔 指數看起來好像 沒有什麼跌壓就橫在這裡啊 可是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時間遠他在走又多嘛 對不對 所以呢 融資一路增加嘛 三大法人賣了500多億 各大航庫來到1萬3之後呢 現在平均減幅已經減了兩成 然後呢 美國的一些大股東呢 最近賣出的股票超過500億的美元 所以我跟他說啊 這個盤要特別注意啊 如果說台股來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啊 美國股市漲我們不漲 那美國股市跌呢 好你要預防喔 到時候會不會跌更兇 所以呢台北股市 我是不是在這段期間裡面 我一直跟他講 你持股不要太多 其實這段期間裡面 我知道很多老師還是跟你講啦 他有標股啦 可是真的有標股嘛 每天講的股票都不一樣啊 那你為了去抓那一檔標股 欸你要買很多欸 投入你想想看啊 這段期間裡面 我一直給大家風險意識嘛 我說你多保留點現金吧 你看 10號的時候 我跟你說壓低結算 我說壓低結算這兩天都壓低啊 我說最好我看錯啦 但是你聽我的話把持股先賣一下 保留現金有什麼不對 等盤穩了你再買嘛 那這段期間裡面你一直買的人 到底有沒有賺 同學你心裡最清楚啦 不要為了抓一支標股呢 買了一堆個股 結果呢套更兇 今天我要先跟位說 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千萬不要讓你的損失再擴大 因為待會我要講整個台股的結構 這個地方有一些輪跌跟補跌的觀念 等一下我來跟你說 但是我要先跟位說 如果說你現在有些個股 台北股是指數橫在這裡嘛 可是如果說你有些股票呢 已經跌翻天了 比方說歷程 那跌一大段了嘛 比方說聯貌 是不是已經跌了一大段 比方說台勝哥你看 一路在創波段低點 指數沒有跌喔 有些個股真的是跌翻天喔 比方說金華 從將近快四百塊 跌到現在為止 只剩下兩百多對不對 是不是已經大跌了一段 好 那各位 今天如果說你手上的個股 你不了解位置在哪裡的 今天我開放一天 持股診斷 好不好 你手上的股票到底怎麼樣 情況怎麼樣 我是建議你啊 你讓我看一下應該無妨吧 我希望我能夠幫得到你啊 如果我要害你的話 這段期間裡面我拼命叫你買 可是我沒有啊 我跟你講這盤未來會怎麼走 所以你現在該怎麼做 如果台北股是能夠再漲個五百點一千點 你就繼續買吧 那如果你認為說台股好像漲不了五百點一千點 那你幹嘛買呢 我有說錯嗎 這個最近這一段期間裡面你買一堆股票 到底有沒有賺 我說你最清楚 你現在千萬不要讓你手上其他的個股 像這個樣子 破了頸線之後呢 一直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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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萬不要再讓你剩下其他的個股呢 走出這樣的一個模式 那如果說有些個股呢 還在還在這個位置區的 你注意看喔 如果有些個股呢 他現在呢 還在前面這個位置區的 好 你現在讓我看一下 到底你手上的個股 有沒有那種做頭的風險 會下跌的風險 會不會有補跌的風險 那我必須要依照你手上持股的狀況 我才能給你建議嘛 對不對 到時候呢 如果說你手上的個股 有些是在高檔買的 好 那就不要讓它一直疊喔 好 不要讓損失過大 到時候呢 我會給你一個價位 好不好 什麼叫做一個價位 就是說那個重要的關鍵點 就不能破了 如果一破的話呢 哇 真的會出現一個大頭部 可能有些股票呢 關鍵點一破的話 就會開始一路下跌 那如果說在你有些個股呢 還沒有跌下來之前 你先讓我看一下 到時候呢 我就給你一個重要的關鍵價位 那如果說那個點 真的是跌破的話 我是借你就跑了吧 免得到時候越套越多 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開放一天的持股診斷 那我們就依照你來電的那個順序 我給你做回答 這樣比較公平嘛 好不好 所以如果說你認為我可以幫得到你的 很歡迎你 廣告之後你就打電話進來 把持股稍微跟我們助理講一下 那我就幫你趕快看一看 到時候呢 有些個股還沒有跌下來的 我們就預防它會不會去走步跌 好不好 所以呢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好 待會我們就來看啊 既然台北股市到這個時間點 很明顯的就走壓低結算了 那你台北股市為什麼上不去 你台灣50根本沒有動啊 所以當你台灣50沒有動 就算你台北股市今天要過1303億好了 你台灣50沒有動 要在那邊扯後腿的話 我那時候跟你講啊 那大不了台北股市頂多是假突破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啊 這個盤要預防 它頭部進尾聲 因為你月線越來越往上 你再不漲不行啊 那如果說你再不漲的話 台股就會破月線 那你再想想看 美國股市漲 台北股市不漲 那美國股市跌呢 搞不好你手上的個股會更麻煩 所以我跟大家說過一句話 我說覆巢之下無完軟 不要越買越多 當然你持股到底狀況怎麼樣 今天開放一天持股診斷 待會回來我們就來看 什麼叫做輪跌跟補跌的概念 好不好 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運搭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搭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搭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酒價法很大 一 提高酒駕違規罰還 在犯才累計加重 罰款無上限 酒駕拒檢或拒冊罰更大哦 二 呼氣酒測值達0.25毫克以上 連坐處罰年滿18歲的同車乘客 三 酒駕再犯 拒檢及拒冊罰再犯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没入該車輛 四 酒駕重新考照 需強制加裝酒精索 找別人帶吹也不行 要罰6000至1萬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駕防治教育 或酒瘾治療 不得再申請口罩 六 慢車酒駕也加重處罰哦 酒駕林隆人 內政部警察署關心靈 好 歡迎來到現場 今天期貨結算 整個指數開高走低 目前跌了67點 今天很明顯了 台股就是壓低結算哦 那這樣壓低結算的動作 其實從昨天開始就這樣子 就已經出現了哦 那我們在那個8月10號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提示過哦 這地方要預防壓低結算 有沒有 那現在也看到壓低結算了 那到底這個盤線怎麼看 我昨天跟大家講哦 這地方啊 右多做頭 因為現在整個月線成本都要上來 你台股再不漲就不對了 你要預防頭部啊 會進尾聲 因為他現在離這個月線越來越近 好 越來越近 好 那當然會不會形成這個狀況 當然你會說啊 老師你看那美股還在上 歷史新高 好 那我剛好跟大家講嘛 美國的一些大股東哦 現在已經開始都在逢高賣股票 那昨天我也跟你講嘛 各大航庫呢 這地方也持股減兩層嘛 對不對 那你就拚命買啊 你看融資一路增加嘛 所以呢 之前有跟大家說過啊 噴出的特色 除了軋空之外 現在再走右多 有沒有 好 所以咧 要注意一下手上的持股 那因為 這段期間以內 我一直提醒大家 我說你看哦 3月中以來哦 台北股是在上漲的過程裡面 我每天都跟你講趕快買趕快買 不買來不及 甚至於每個時間點 到底什麼時候要走攻擊 那時候我都分析得很清楚 但是呢 來到728台股開高走低的時候呢 這段過程裡面我都建議你 持股不要買太多 不要越套越多啦 不過到最後呢 你去接到最後一棒 那會很麻煩啊 但是呢 從昨天開始 我就有跟大家講 這一段過程裡面 我都叫你 不要買 不要買很多股票 啊持股注意一下 不要越套越多 昨天開始我就跟他講哦 有一些空投的股票 我必須要提醒你 有些有那種走空疑慮的個股 好我們來仔細看 什麼叫做 有走空疑慮的個股 個股本身有高低的位階啦 如果說你今天的持股 全部都在低位階 那就算了 反正已經很低了嘛 啊沒有漲 那就在低檔了 它可能受大盤的影響 不會很重 但是有些個股拉起來之後 後面你再進去買的 你要預防他破線哦 什麼叫做預防破線 舉個例子來說 我昨天怎麼跟你講 你去看啊 昨天我是不是有跟你講 偽創 你昨天看我節目 我都把這些個股拿出來跟他說 你看哦 七月份開始這邊在做一個收斂三角形 我說他已經來到這個頭部的末端了 他現在一定要表態 他不長不行啊 他這一疊的話頭部會出現啊 對不對 你看嘛 監視筆剛剛一放下來 有沒有 啊是不是已經破了這個收斂三角形 那這是代表說上面套牢重碼出現啊 沒錯吧 你再注意看哦 昨天我也跟你講國劇吧 你看那邊橫在這裡啊 他現在不能再跌了哦 有些股票要預防哦 他會不會出現補跌哦 什麼叫補跌 因為這波很多個股 到現在為止你都會發現到啊 怎麼搞的 跌翻天啊 怎麼搞的有些個股真的是跌翻天啊 指數沒有跌啊 可是如果你今天買到這種股票呢 怎麼辦 奇怪咧 指數沒有跌怎麼搞的越便宜越多 你看這些個股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好 那現在要怎麼辦 你現在要預防什麼 預防股票呢 會不會破緊線之後跌下來 所以我昨天開始我就跟他說 我有一些有一些那種 有那種做投疑慮的個股 我必須要跟你說啦 我希望你沒有啦 或許講到你股票你會不高興 可是我認為我在幫你啊 因為重要的關鍵點你不要讓它跌破 一跌破呢 這個上面套牢籌碼就越來越多嘛 對不對 你看今天有沒有跌破 你自己看今天有沒有跌破 是不是跌破了 這代表說上面的套牢的人越來越多啦 如果說你有類似像這樣的個股 我剛好跟他講啊 今天我們開放一天持股診斷啦 我希望你沒有啦 沒有這些疑慮啦 但是你股票不讓我看我也不知道怎麼幫你啊 到時候呢你如果說有一些個股已經真的跌得很深了 老實講你買在高檔我不知道怎麼幫你 叫你殺低嘛你也不願意 我也不願意啊 我知道說看看有沒有機會反彈起來再幫你找個點 把它賣掉嘛 啊問題是你身家的個股怎麼辦呢 如果說這些個股到時候破一個重要的關鍵點上面頭部就出現了嘛 所以呢如果你有去追買一些在這個位置的股票 到時候呢你的持股讓我看完之後我會給你一個價位 如果那個價位失手的話你就不要了 好你就先把資金退出來 不要到時候越套越深嘛 所以呢你願意我來幫你的你就打電話進來 啊你不願意也沒有關係 最好都不要打啦 免得我要花很多時間啦 但是我跟他說 能夠提醒你的我一定會盡量跟大家說 我都提早跟大家分析嘛 我認為我沒有害你啊 我真的是在幫你 那當然我要幫你你也要自己幫自己 有的時候不要偷懶 到底現在持股狀況怎麼樣 因為每個人持股不一樣我不清楚 但是我說你要預防什麼 像這類型做投的股票 結果你看喔 昨天跟你講完你看今天下來了 是不是今天下來了 我昨天跟你講嘛 這些個股喔 因為防它跌破頸限嘛 對不對 結果今天是不是下來了 很清楚下來了嘛 那如果說國具都不守的話 我昨天跟你講大義嘛 對不對 你看大義 今天有一根黑棒下來了 那錢地不能再失手了 我昨天跟你講什麼 我跟你講 細創嘛 你看都在創低點 頭部都出來了 所以有這樣的個股的話 千萬不要讓你自己的損失在擴大 很多人做股票都是在 可能就是說去工作 工作好多年存了一些錢 希望說能夠多賺一點 結果每次低檔你不敢買 拉高的時候你拼命追 結果追到最後可能有些是用融資買的 你看最近那個融資一直在增加 那如果說這個盤失手下來 到時候融資斷頭怎麼辦 你不賣也不行 因為券商會幫你賣嘛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說你在高檔 如果說你有些個股套在上面 一路跌下來 跌到最後又沒有錢了 結果又跑去做工 想說去工作好了 再去多賺點錢 那又何必呢 更何況這個時間點 可能會跟以前以往不一樣 那到底冬季會不會有那種 那種肺炎的爆發我們不清楚 那如果說到最後沒有錢 想要去工作 搞不好都沒有工作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了 今天我能幫你的我們盡量做 你手上的個股有需要我幫你看一下 到時候有些做頭的股票 我會給你一個價位 失手就不要了 好不好 失手就先不要 先把資金撤出來 那當然我還是要提醒你 不要每天去抓標股 到時候越買越多 覆潮之下無完軟 如果盤一跌下來 很多個股都守不住 好不好 歡迎你廣告之後 打電話進來 我們晚上九點半再見 拜拜 以往直擊校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YouTube 24小時 線上直播最及時 分析師精準盤式解析 隨選隨看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運達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投注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達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投注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達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投注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2781-0909 既然您地下舉 評寮 評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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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